根據國健署最新的調查發現 女性癌症時鐘已經加快 平均每天增加42位女性癌友 不過最新的研究發現 如果女性癌友持續的運動 可以降低4成乳癌復發及死亡機率 56歲的陳小姐 5年前發現她的胸部有硬塊 到醫院檢查才知道是乳癌第二期 而且已經擴散到淋巴 她歷經乳房切除手術及8次化療 心情一度變得很沮喪 連大門都不願邁出一步 後來在朋友推薦下她開始慢跑 去年還參加人生第一個馬拉松 現在的她又重新找回自信 生活也更加快樂 你今天如果說你有出去運動的話 你的情緒會非常的好 然後你的壓力會即刻被消解 其實有很多女性癌友 都跟陳小姐一樣面臨同樣困境 根據國建署統計 女性癌友正逐年增加 尤其是乳癌 101年共有1525人 比前一年增加近500人 累計女性乳癌 子宮頸癌 子宮體癌 及卵巢癌等四大負癌 就高達15000多人 平均每天新增42位女性癌友 不過最新研究發現 如果女性癌友持續跑步做運動 可以降低4成乳癌復發及死亡的風險 年齡的問題或膝蓋其他的問題 沒有辦法 至少也可以養成快走的習慣 這樣的話 它對於燃燒體內的脂肪跟耗藥 那樣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話 它的效果也是一樣好的 醫師表示 女性癌癌的原因可能跟缺乏運動 作息不正常 不健康的飲食習慣與環境荷爾蒙有關 因此建議女性 除了定期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也要保持適當運動 不僅能防癌 還可減少腹癌復發及死亡的機率 記者賴水明 蔣龍翔 太陽報道 記者賴水明 太陽報道